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李清照慈坦女皇 清国倾城多情妇 二七季光抗窝 明朝海防铁壁铜墙 三王为山水师 画中有诗诗中画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李清照慈坦女皇 清国倾城多情妇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 绝代风华的女词人李清照 她不仅是词坦的女皇 更是以其多情与才华横溢 让无数后人为之倾倒 如果说她的词是一杯纯酒 那么她的人生则是一出戏剧 充满了情感的波折和文化的精粹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李清照生活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 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但她却不甘示弱 以她的才情和学识 在文学界读书一帜 她的词以婉约派著称 情感细腻 意境深远 被誉为词中之龙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李清照活在今天 她可能会是那种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百万粉丝的文艺女神 每发一条微博或Instagram故事 都会引起一阵网友心碎的风潮 她的词 就像是古代的朋友圈 记录着她的喜怒哀乐 只不过她的点赞和转发 来自千年之后的我们 她的名作如梦令 昨夜雨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英氏绿肥红兽 这里 她巧妙地用春花的盛衰 来比喻人生的变迁 以及自己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 如果李清照有推特 这绝对能成为一条热门推文 让无数网友感叹 感同身受 她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 她的丈夫赵明成是个收藏家 两人一起研究金石壮客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夫妻档博主 然而 赵明成去世后 李清照独自面对战乱流离的生活 她的词封也由早期的明媚 转为晚期的凄凉 这种转变 就像是她的个人博客 从旅行美食 转为深夜心灵鸡汤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她的亲国 倾城多情妇 李清照的美貌和才华 确实让她成为了一代家人 她的词 就是她的自传 既展现了她的才情 也表达了她的情感 她的词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让后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她的故事 感受她的情感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在阅读李清照的词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她是你的微博好友 你会不会被她的才华和情感所吸引 不自觉地点下那个关注按钮呢 李清照 这位古代的文艺女神 她的词 至今仍然在我们的心中荡漾着波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七纪光抗窝 明朝海防铁壁铜墙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明朝的超级英雄 七纪光 一位专业的窝寇克星 也是海防界的铁鞋教练 想象一下 如果明朝有自己的复仇者联盟 七纪光绝对是队长级的人物 在16世纪的中国 窝寇就像是一群特别讨厌的海上害虫 他们不仅抢捷冒一船只 还经常上岸来个免费购物 也就是横扫沿海城镇 抢劫烧杀 搞得沿海军民人心惶惶 这时 明朝政府急需一位 能够组织有效防御的海防专家 于是 七纪光这位海防界的钢铁人登场了 七纪光不仅是一位战略家 更是一位创新者 他看到明朝传统军队的训练和装备 都跟不上时代 于是他 就像是一位古代的特勤队教官 对士兵进行了重新训练 还便写了 绩效新书 这可不是普通的自助餐食谱 而是一本军事训练和战术的百科全书 他的训练非常严格 甚至有点像是古代版的地狱舟 让士兵们从海绵宝宝变成海绵铁汉 他还创新引入了火器 让明朝的军队拥有了当时最酷的玩具 火冲和火炮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于拥有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七纪光的海防策略也很有创意 他建立了一系列的防御攻势 包括蜂火台 城堡和炮台 这些就像是明朝版的防火墙 让倭寇的侵略行动变得困难重重 他还设立了军臀 让士兵们在边防地区耕作 既能自给自足 又能随时应对倭寇的突袭 这策略简直是古代版的农夫与猎人模式 七纪光的这些创新和策略 最终让明朝的海防变得坚不可摧 倭寇再也不敢随意来犯 可以说 七纪光成功地将明朝的海岸 现变成了一道铁壁铜墙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创新和适应变化 始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七纪光 无疑是明朝版的海防英雄 他的故事 至今仍然激励住 我们面对挑战 创造可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维山水诗 画中有诗诗中画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唐代诗人王维 一位不仅以诗歌文明 还以绘画 才能著称的文艺全彩 王维的山水诗 那可是诗词界的环保袋 装满了自然之美 又能重负 使用来赏西画作 王维的诗 常常被形容为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的诗词 描绘了山水的景色 而是因为 他的文字 具有一种独特的视觉性 让人在阅读式 彭符置身于 一幅浮生动的画卷之中 他的诗句中有山 有水 有树木 有亭台 有人物 有动物 应有近有 简直比武精殿还全 举个例子 王维的 《愁张少甫》中有这样的诗句 青山横北锅 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味别 孤旁万里征 这四句诗 简直就是一幅完美的山水画 首先 王维用青山和白水 设置了一个自然的背景 然后他用此地一味别 带出了离别的情感 最后孤旁万里征 则描绘了一个旅人 孤独的身影 这不仅仅是文字 这是一幅有情感 有故事的画面 而王维本人 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 他的画作同样以山水渐长 被誉为诗中有画 当你看到他的画室 你会发现 那些山巒 流水 树木 人物 都彷復从他的诗中 走出来一般 每一笔每一末都充满了诗意 有趣的是 王维的诗和画 就像是古代的A2级数 增强现实 你读他的诗 脑海中自动浮现出画面 你看他的画 脑海中自动引诵出诗句 这种诗画结合的艺术表达 让王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所以 下次当你在欣赏王维的诗或画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位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 是如何在他的草堂中 一边品茶 一边辉好 一边吟诗 创造出这些跨越千年 依然让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而我们 就像是透过时光机器 与这位古代文艺界的双面胶 既能年诗 又能年画的王维 进行了一场美妙的跨时代对话 同学们 今天我们聊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三位传奇人物 李清照 七纪光 和王维 他们分别是磁坛女皇 海房界的铁壁铜墙和文艺权材 他们的故事和作品 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的情感和智慧 李清照用他细腻的笔触和多情的词句 将自己的情感倾诉于词中 让后人为之倾倒 七纪光则是明朝海房的保卫者 他的创新和策略让倭寇望而生畏 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英雄 而王维则用他的诗和画 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 让我们在阅读和欣赏他的作品时 仿佛能看到山水的美丽 这三位人物的故事和作品 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也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 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思考 所以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李清照的词 你觉得他的情感是否能够触动你的内心 对于七季光的海防策略 你觉得现代战略是否还能借鉴他的思想 对于王维的诗和画 你觉得他的作品是否能够让你身临其境 请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吧 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我会尽力回答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参与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